大家好,我是Megan 今日同大家介绍新股 2512云工场科技控股有限公示 股份公开发售日期为2024年6月5日至2024年6月11日 赁盘日为6月13日 上市日为6月14日 保证人为普银国际 招股价为4.6港元 每手股数1000股 一手入场费约4646.39港元 集资规模约5.29亿港元 如成功上市 市值大约21.16亿港元 公司简介方面 雲工场科技采用非自建数据中心模式为客户 提供IDC解决方案服务 具体而言 公司并无拥有建造或发展本身的网络数据中心 而是在提供IDC解决方案服务时管理公司自供应商 包括三个国有电讯运营商和其他方 采购的数据中心空间和机柜 按2022年收益计 公司在互联网数据中心行业的运营商中 立服务供应商中排名第11 市场份额为0.6% 截至2021年、2022年和2023年12月31日子年度 公司的业务遍布中国多个地区 于19个主要省份的38个城市提供IDC解决方案服务 于往迹记录期间 录得大宽使用量合共约 316,508每秒千兆比特 雲工场科技 亦是中国地级市和行政区院 开发跨区域边缘计算网络的活跃贡献者之一 公司于2022年在公司的零景云品牌下推出边缘计算服务 于2023年 公司和客户订立16份有关边缘计算服务的合同 公司旗下业务包括 1.IDC解决方案服务 包括托管服务 互联网连接 大宽使用和基础设施管理服务 2.边缘计算服务 包括Edge CDN服务 通过分布式服务器网络高效地 向用户分发网络内容的服务 Edge IoT服务 及传统上以硬体为中心的设备所提供的其他边缘功能 3.ICT服务及其他服务 包括向客户提供资讯通讯技术解决方案 系统开发及维护 资讯服务 以同提供云计算硬体之余 综合选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概要方面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子公司收入为695.9500万元 年内日利为14.2200万元 毛利率为12.6% 按分部划分的收入和毛利明细方面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子 IDC解决方案服务收入为673.75500万元 占总收入96.8% 毛利率为11.9% 边缘计算服务收入为18.0600万元 占总收入2.6% 毛利率为20.4% ICT服务及其他服务收入为4.1300万元 占总收入0.6% 毛利率为86.1% 在未来计划和所得款项用途方面 公司计划将所得款项剩额约47.7% 将用于投资各类技术 以改进公司的服务质量并提升运营效率 约18.5%将用于通过开发边缘计算基础设施来 提升公司的零景云能力 约12.8%将用于执行公司边缘计算运营 和边缘云平台的组成部分的招聘计划 约11.0%将用于开发边缘计算技术 并继续将新技术整合至公司的服务中 以更好地服务客户 约10.0%将用于运营资金 和一般企业用途 从投资角度来看 新股部门会被2512云工厂科技控股 有限公司三星评价 云计算 区块链和物联网等技术的快速发展 显著促进了中国互联网数据中心行业的增长 按容量计 中国互联网数据中心行业的市场规模 由2019年的6066.0兆亚增加 至2023年的1010.9兆亚 复合年增长率为13.3% 对欠缺方法投资自身数据中心基建的小型企业而言 使用非自建数据中心可以折省成本 省去建造和管理内部数据中心的开支 折省成本和业务模式灵活性进一步推动 中国非自建数据中心增长 中国互联网数据中心解决方案服务行业的市场规模 预期将于2024年至2028年 以复合年增长率17.0%增长 加上得到政府支持 中国互联网数据中心解决方案服务行业的市场规模 由2019年的人民币6916.08万元增加 至2023年的人民币24101.200万元 复合年增长率为36.6% 云工厂科技在中国快速增长的IDC 解决方案服务市场奠定基础 并拥有强大的品牌知名度 抓住快速发展的web3.0市场所运藏的巨大潜力 凭值同国有电讯运营商的强大网络 以同公司的大宽调度和再分配能力 公司能够协调数据中心资源 包括供应商各分办事处的大宽和机柜 为客户整合出最佳IDC解决方案 此外 公司拥有快速增长和多元化的客户群 主要包括中国顶尖云计算服务供应商 互联网公司和蓝筹上市公司 截至2023年 公司的成功部分归功于在经济相对发达的19个省份 同38个城市提供跨区域IDC解决方案服务的能力 从投机角度来看 新股部门会被2512云工厂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三星评价 中国数据中心解决方案服务行业形呈现增长太小 公司同大型同市场领先客户建立稳定的关系 但由于公司所占市场份额较少 对主要供应商依赖度较高 可能会为公司带来重大挑战 中上所述 公司建议的认购策略为现金认购 本人陶然为证监会持牌人士 以上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不扣成买卖邀约 新股新玩法啦 融资零利息 有仓底免入按金 开户奖赏一万元 长情看回费立证券网页啦 开户奖赏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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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